这个我们要了 四川石榴基地界 四川 卫里石榴基地界 大家好 我是六 大家好 这边呢5点钟天亮 5点半钟呢 瓜农已经来市场这边 排队过正啊 你们看 后面 很多还是等着排队 那边还有个大高村冷秀 我真佩服呢 这边注意闻查的啊 白天30多度 早上晚上都是10 10度左右 反正早早起来就觉得冷 这个老乡这一只瓜 好均匀 二楼顶带 这时候我们要了 先先不先先我们去看这个瓜地 但是记得大家手上的这个瓜地 会有一点点黏它 这里的话是比较新鲜 水份比较多 看烫 他这个怎么去体验 他这个怎么去体验 他等一下我空中回来的时候啊 我空中回来就去体验 就是不要算我们来要不要走一起啊 这个我们不要啊 这个我们不要啊 这种内口 我们不能要啊 这个我们不要啊 这种内口的啊 内口内口不能关护 这种一刷一下就直接把内口 对 连的是内口不能关护 要了 拉到这里啊 先拿先放了 这些瓜呢都是 我们收的都是百家果 因为这边的瓜农的话就是 每个人家里面10亩 10亩 10亩20亩 30亩 都是这样子摘过来 反正来多少 看到合适了就够多少啊 这个偏小了 然后这个呢 这个皮很花很斑 这两个我们就挑出来啊 这边都是两个老人在家 他家里面的瓜的话 他也是奔逼长手 所以说一天就摘一个医院 走过来 其实我们挑吧 好像又对瓜农业不好 对瓜农业不好 但是不挑吧 对大家也不负责任是吧 有时候挺矛盾的真的 你看我儿子 他来这里他他都变成 水果品控了 水了很多东西 然后人家每个阿姨过来 我就那时候叔叔过来的 叫老板了 他说我在这里我都不想回去的 真的挑的很吧 对不起瓜农 挑的不很吧对不起客户 现在有点很矛盾 你慢点来啊 你慢点来啊 裂的不能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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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的时候他们跟我们说民情这地方没有没有吃的 所以我们啥都快来了 把那个大包拿出去加密五分钟 哈哈哈哈 好 这个来给你啊 我家还有那个柴火鱼 我的最爱 哇 谢谢小大哥 没关系没关系 这柴火鱼 那我们要回点力给他 拿瓜拿瓜 现在他揪起来 他那边要回去了 但是我们先回去 所以说我们这边抓住 拿包点瓜带走 抓住就不用箱子了吗 用箱子可能可以抓多一点 不用 这还是要箱子的 装不了多少 你就装紧了 然后剩下的就 这里这里回去放啊 来这里 我吃到了 多放一点啊 没有什么送你的 我就送这个给你吧 哈哈 就送这个就可以了 那个瓜王的送给你了 那个水放在后面 没有什么就送 来来我 我来帮你把那个水拿拿去 那我们救死别过了吗 下次见啊 四川石榴基地见 四川我也是留见了 一路没呢 拜拜 拜拜 看慢点啊 大家把信息啊 好